郭貴在那補負負 但重返司令就已經手起刀牢 難道這些就是我們大和民族最值得自豪的東西 有時我會想 就算被我們贏了一場仗 由我們統治中國 是否就會有你們口中所謂的共存 這個故事是我一個儀長跟我說的口述傳言 當時在日本皇軍司令部侵華時 有38個日本的遺棋高手幫司令去想如何侵略中國 之後我考究了一段歷史的真理 我都很難找到一些很確實的證據 但其實我在不同人口中聽過同一個說法 就是有38個遺棋高手 當然在戲裏我們就改成23個 我借這個戲是講這場中日的戰爭 但我嘗試用日本來的眼光去看這場戰爭 我不可以被稱為歷史劇 因為歷史劇 歷史史實比較多 因為基本上歷史史實很少 是屬於背景 屬於背景和事件抽取的選擇 例如金融小說 你有沒有國政去打金兵 當然沒有 但當然宋朝和金國的戰爭是有的 我們這次的創作都是這樣 其實就算他如何收容我 我也不會介意 孝平是一個好人 你至少就被譽為天才 今天更加於七段成為全國第一女騎士 你爸爸當日拒絕我是很合理的事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I know where kohedis Nokudandis Yorosukunis 我其實是井上校平六段 我飾演一個騎士 跟另一位我的拍檔 其實是有感情上的關係 另外我又會跟天王的關係很密切 因為我說是一個中心的日本人 另外又有一些後輩和前輩 所以我的角色又比較好像 在很多不同的層面要處理一些 不同的上下左右關係的東西 也會說自己對其道這件事的熱心 但也剛說過有一個矛盾在這裏 也都是想效忠天王 第二方面又想做一個好人 是一個貴族來的 日本第一女騎士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女性 應該說1930年代這個時代 剛才校平也說了 之間有一個比較微妙的關係 我們是青梅竹馬長大 但是在一個騎士裏面 因為王軍就是要用一個遺棋 來去策劃她那個侵華戰爭的行動 在一個部署上面 往往就會將戰況擺成一個棋 然後在騎士裏面 我們原本有22個騎士 大家去討論拆解 結果其實我和校平 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場 在那個反對戰爭裏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天代是一個比較 那個思想是有比較開明的 一個日本女性 我們設定 雖然劇本裏面沒有說 但是我們的設定就是 她是接受過一些西方的教育 所以她看人愛和平 覺得侵涼戰爭都是不好的 在轉魔角色的時候 我經常都要問一下校平 日本人是怎樣 因為其實和香港的女性相距很遠 我自己看 其實這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們以往大部份 中日戰爭都是和中國人的角度 和中國人的故事 今次和日本人的故事 日本人的眼光 和日本人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是新得來的挑戰 不過始終我們中國人 有些民族感情 她說的不是想說日本 或者中國 或者哪一個民族 我們說的是人性的善和惡 而善和惡 是可以出現在任何民族裏面的 我們不是要去盲目的去歌頌 或者去一個民族的主義 但問題是我們覺得 作為一個人 我們其實要執著的是善和惡 而這件事 陰陽平衡各樣的 和其道是相關聯 我們嘗試在這次 怎樣去談談